这家餐厅不仅风格独特 具有西班牙还有加勒比海岛的这种风味 东西也是特别好吃 感谢加勒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餐厅 然后吃饱喝足我们又闲逛 又逛回了唐人街 在这个牌坊下面还拍了个照 接着另两位朋友因为有事情就先走了 然后我就跟着加勒一起去了 鸿门主席光哥的办公室 在那里喝茶聊天 听他们讲他们在多米尼家做生意 还有生活的一些情况 他们在这边的生意环境还是不错的 因为多米尼家最近十几年是发展还蛮快的 所以的话就给华人带来很多生意的机会 生意之外的话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觉得他们融入当地的语言文化的程度还蛮高的 他们的西班牙语都很好 哪怕是新移民也是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这个是让我很吃惊的 相较于在美国的一带移民生活在华人区 英语逐渐退化的这种情况来说 他们还是很令我吃惊的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更加受这个西语意的这个人的影响 更加享受生活 我已经从光哥那里回来了 然后我的酒店就在这旁边 然后这边就是海边 所以我就先来逛一下 想过去那边看一下 这里真的很像印度 这个路有点问题 然后只有这个地方 车会在这边开得慢一点 然后可能这是唯一可以走过去的地方 然后我试着在等机会 等待机会走过去 哈哈我过来了 哎呀你看我就喜欢看海 反正但是这边不是沙滩 然后也很脏 好多那个垃圾塑料的垃圾 然后我试着从这边走过去看一下 哇你看全是石头 而且是那种尖尖的感觉 你就不好走过去的那种感觉 又黑黑的 我死心了 真的不怎么样 然后我走回来 路上都是摆着那种潭小滩 就是一些那种小店卖酒 然后大家就围着坐 然后听歌啊跳舞啊喝酒 就好像中国的那次多店 广东的那个叫次多店嘛 在门口摆一些凳子 大家就在那喝酒 还有个广场 上的礁石 坐着起的这种墙也挺有的 很多洞 然后今天我们去的那个餐厅 也去这种水头间 前面就是我订的酒店了 这个就从刚才那个海边那条路走过来 就两分钟 这个酒店小小的 但看起来好像不旧 进去看一下 非常地狭窄 然后但好像弄得武藏俱全的样子 好像什么都有 还有一个这么小的游泳池 其实我就觉得奇怪 这么小的游泳池 有人去游吗 而且这边好像晚上也是 队伍那边街上开放的 放着音乐 然后楼梯有点暗 就是有点像中国的那种 就像自建房 自建楼 改的那种 小酒店 那种公寓 黑黑黑的 是不是有些可怕 不知道 待会儿打开房间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了 我跟大家聊一下 我盯的这个小酒店 这个酒店的话 是38美金一个晚上 照片上看起来还可以的 然后位置 关键是位置很好 前面就是海 海边 也是属于这个 Colony的这个区域范围内 看照片和看那个地图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 位置啊 来说啊 也比较了别的酒店 有一些品牌的酒店 比如说皇冠 还70多 然后这个30多 看起来不错 所以我就想 也不会很差吧 我就订了 进来 发现这个房间 小的 但也没有说想到那个程度 比起 以前在香港住过的那种 还是要大一点 洗手间还可以 都不算 但是就有一种 怎么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今天去唐人街 然后昨天的那几个朋友就告诉我 他说拿手机出来要小心 反正我刚下车 我还一直拿着手机在拍 他们就告诉我 他说其实你还是得注意一下 是有人抢手机的 你在拍的时候 或者打电话的时候 就有人抢手机 然后我后来把手机放在那个 后面这个口袋 他也说最好不要放在后面口袋 放在前面看不见的地方 我就说这里有这么乱吗 一路过来进城的时候 就是确实有点感觉乱糟糟的 就没有自序 然后公共的设施也比较差 比较旧 就很像印度 就是比印度还是好一点 人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脏 但是相当于是比较好的 印度的一些城市的那种感觉 脏的也有脏的 就是垃圾 路上很多靠边 垂到那个树木的底下 很多的那种垃圾 我们拍戏的那个酒店 那是一个属于是 休闲度假的一个海滩 除了酒店和休闲的一些设施之外 就很少别的人 所以那个地方就从你来说 就是比较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比较杂一些各种什么东西都有 然后特别是唐街那边 也是蛮旧的 就是这边我接触到他们几个 就是昨天来拍戏的 他们几个人特别热情 跟我说了之后说 你过来吧 那个带你去玩 带你去转一转 然后今天就过来 就跟他们见面 然后 一路跟他们走 很开心 他们很爱开玩笑 就很享受 西班牙语友好 跟当地人都能开玩笑 说聊很多 其中有两个是在这边出生的 有一个是六岁到来这里 那个珈乐 他说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蛮低的 两百到五百美金一个月的收入 那华人的话一般都是在 一千多到三千这样 然后你再做更大的生意 可能那我们就不是按这种月工资来说 就一般你去打工都会 一般做事情都会有一千多到两千辆美金 那就很高 跟他们比就是五倍的那种差距 所以说他们说 华人在这边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待着久了会去放松享受 不会像刚买的那些 一直在打拼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植物 做生意 会享受的那种 也去了其中一个 拍的那个motel那里 他也做得挺大的生意 很热情 说明天还要请我吃饭 我说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回请他们 他们还不太愿意 然后就是反正特别热情嘛 就今天一天的这所看所见的 感觉没什么地方好去了 因为这个海的话 也不是那么好 没有那个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拍戏的那个酒店那边那么好 你要再去更好 你就要去很远 起码是三个小时以外的地方 那就我时间也来不及 所以我不知道 明天我估计哪里去不了 回来小转一下 然后晚上可能再跟他们吃饭 在首都这个城市里面 就不是特别那么舒服 感觉没什么好聚的地方 后来上这个楼顶的天台 看了一看 没什么人 然后看了一下夜景 前面就是我刚刚去的那个海边 好吧 明天看看去哪里 跟着我一起 在楼顶雾希望 Console Spot